湛兄 關於家父 鮑某羞於啟齒 不說也罷 常言道 此不言復過 鮑兄這話 是從何說起 湛兄一定要問 不知鮑兄 能否以食言告日 別怕 湛兄 請隨我來 湛兄 你看看這個 這是御賢禁軍 金槍直的腰牌 看起來 令尊鐵山宮 曾是御賢禁軍的校尉 正是 幾十年前 先父曾是進攻中 金槍直的軍頭 六匹校尉 專門負責 共衛聖上的安全 可不知什麼原因 他突然率領衛士 起兵造反 殺出京城 朝廷派軍滅門抄家 先父和全家老小 死於非命 當時我大哥包山十五歲 而我才剛剛出生 是他抱著我躲在了床下 才逃過了死界 令尊鐵山宮是反賊 雖然我不願意承認 但事實如此 你的兄長 是這樣對你說的 你有沒有問一問 他為何造反 咱們沒有問過 可一來 我大哥當時年紀尚幼 也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來 事隔幾十年 他也不願 在提及傷心的往事 每當我問到這個問題 他總是對我說 做個清廉正直的好官 斷不可貪贓王法 依我猜測 當年家父造反 定是因私欲膨脹 致使其勾結後宮 貪贓王法 期待東窗事發 無以為謀 尾求自保 這才做下大逆不道之事 多少年來 每當我想到先父之事 便忒然心境 加倍地要求自己 親賤勿勞 刻機覆利 絕不可重蹈覆轍 所以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做法 有人覺得我孤名釣獄 有人覺得我迂腐可笑 就連從小跟我一起長大的包星都是如此 他哪裡知道 在我心裡 先父是反賊這個陰影 總是揮之不去 我想也許老天讓我當官 就是為了要我替先父還債 中華TV 中華TV